有家 来关心到的是 真名主播直播主连千亿 因为贩卖争议NFT商品 遭到提告诈欺洗钱 那么新北地检署 在今天凌晨复讯之后 是预令连千亿 以20万元交保 其余三人则是以 5万到10万元交保 详细情况连线给记者王一德 是的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知名直播主连千亿 穿得一身黑 双手被上铐 面无表情 被移送到新北地检署 接受讯问 联千亿因为涉嫌贩卖争议NFT商品 遭提告诈欺洗钱 警方6号逮捕联千亿 阳性NFT开发商 阳性NFT公司负责人 以及学性客服人员 等4名男子到案 并在讯后依诈欺组织犯罪条例 移送正办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联千亿限量NFT 声称赠送钻石 但都是大陆的山寨人工钻石 据RA也不是国际知名的 珠宝鉴定机构 iPhone13更夸张 竟然是展示用的塑胶模型 并利手表也是来自对岸的贴牌商品 市价相当便宜 对此联千亿公称 他只是代言 其余部分均不知情 讯后联千亿以20万元交保 三名男子带着钱到地检署 帮他办交保手续 另外其他三名同样 NFT称义遭提告的男子 则是以5万到10万元交保 以上最新主播 哦 谢谢大家